注意看 这个洞里走出来一只鸟 是不是有点像猫头鹰 然而它并不是猫头鹰 它的名字是雪小霄 它喜欢住在洞穴里 和草原鼠式邻居 你绝对想不到 就这只看起来萌萌的鸟 竟然会喜欢牛粪 接下来带你看看 为何它对牛粪情有独钟 画面一转 这只雪小霄叼起一块牛粪 就飞到了洞穴旁 然后把牛粪放在了地上 这个操作 直接让雪小霄的宝宝们看呆了 完全不知道妈妈在做什么 只见地上 已经摆满了新鲜的牛粪 看起来真的很美味 好像大吃一顿呢 观众朋友们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注意看这一大坨的牛粪 面对如此美味 可少不了屎可浪的身影 这两只屎可浪如获之宝 卖力地在收集牛粪 不一会儿 就打包了好了一大块牛粪 然后带着它 开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注意看 另一边雪小霄的妈妈 似乎发现了什么 她在自己布置牛粪的地上 一步一步地追逐着 这只贪吃的屎可浪 然后一把抓住了它 接着雪小霄 把这只屎可浪叼了起来 将它带回了家 喂给了几只 嗷嗷待哺的雪小霄宝宝 没想到 最后竟然是一只 个头最小的宝宝 抢到了这只美味的屎可浪 用牛粪来吸引一些昆虫的光顾 这就是雪小霄 喜欢牛粪的原因 说到这里 你们是不是很佩服雪小霄的聪明 画面一转 一只傻傻的雪小霄宝宝 偷偷地叼起一块牛粪 然后趁着哥哥姐姐们 没有注意到它 赶紧往洞穴里面走去 刚大的是 这个小把戏被妈妈发现了 然后雪小霄妈妈 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先是让她站在洞口 然后让她吃了满嘴的泥土 很是狼狈 然后雪小霄妈妈 还是不解气 又揪着她的头 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雪小霄宝宝 只能低着头 不敢动一下 本七姐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